再来看到台北市的灾情 在市区的远熊大巨蛋工地 同样是不敌强风侵袭 在昨天晚间屋顶的部分铁皮顶板 被吹落了周边的路面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坐镇灾害应变中心时 坦诚当时没有先要求远熊停工 若可以重来一次 他会要求远熊先拆除铁皮的顶板 被北市府勒令停工的远熊大巨蛋 在苏迪勒发威的夜晚将8片左右的铁片 从大巨蛋屋顶飞落造成民众受伤 台北市长柯文哲坦诚疏失 我们在战略上有犹豫 没有停工台也改不完 所以本来这个公安就是可能的危险 不过当时就在考虑说 只有3%的是到底要怎么处理 如果说重来变的话 当时就应该下定决心 叫他把那3%的屋顶先拆下来 为了安全的理由 工程之架倒塌散落一地 明显扭曲变形 白色屋顶板缺损的地方 都是被风吹走 看了令人捏把冷汗 但是屋顶板怎么没有固定好 还得追究 远雄责任 维护安全是远雄营造的责任 我们多次 我们现在至少跟他有6次的公安的会议 都清楚的强调这一点 杜发局长林中明将矛头指向远雄 因为其实早在过去6周 就已经要求远雄要卸下 尚未完工的屋顶铁片 包括工程围离 都很有可能会因为台风风灾 而造成危险 但是因为在现场所发生意外的地方 并不是我们核准施工的地方 公安问题谁该负责 远雄和市府互相指责 北市府用公权力要求远雄尽快拆除屋顶板 也以工地法开罚9万元 如果说今天因为发生危险 就把屋顶板给拆掉 从北到南有多少的工地 阴架倒塌 帷幕墙掉落 帷幕墙掉落 帷幕墙也倒下来 按照这个逻辑 难道通通都要拆掉吗 大巨蛋尚未完工 主体建物庞大只能够暂时封路 避免灾害发生 但事先不管谁该负责 在台风天的当下 柯文哲要北市官员先绷紧神经 这好像叫说敌军炮火太猛烈的时候 应如何处置 当然是躲在豪沟 有点TV胡锦润 吴承翰 沈永沛台北报道